台中檢調漏夜偵訊 陳毅文旅集團涉案人員 凌晨律師低調趕來 這邊 所以有辦法可以交保嗎 今天晚上 看看開庭的情況 OK 好 檢方訊後認為業者 涉嫌味噪文書 詐欺商業會計等罪 包含副總 財務主任 館長和會計等11人 以30萬到5萬元不等交保 董事長戴俊郎先予以請回 那我們發現 文旅這邊 它疑似以開立不時發票 和入住證明的方式 疑似有詐領 這個部分暖冬賭注款的情形 事發在6月4號 台中檢調突擊 陳毅集團位在嘉義的總部 兵分多路 同步搜查 嘉義逃城查樣子 嘉義商旅 還有台中鳥日子 以及墾丁客雅小半島等旗下飯店 帶走帳冊和申請補助名冊 包含集團董事長戴俊郎 以及重要主管11人都帶回偵查 疑似是被自家員工爆料控訴 涉嫌炸零補助金 目前初不了解 金額可能在50萬到100萬之間 事發突然 集團發言人表示相當訝異 我們非常的錯 就是說像現在疫情已經要解封 那政府也釋出善意要做這樣子的一個旅遊補助 對 那我們也是疑惑說 為什麼是這個時間點 我要來做這樣子的一個調查 陳毅文旅 緊急發出三點聲明 政府單位的需求 他們全力配合 即使近年來觀光受到衝擊 他們仍然沒有資遣員工 或放無薪假 相關調查以檢調為主 不要以而傳而 強調被搜查 他們以平常心看待 表示會全力配合 但檢方還在調查釐清 業者是否涉及不法 記者綜合報導